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功耕隆武拯救饥饿 一种心系天下苍生的博大循环 在科学史上树起了新的崩碑 只要有时间 我就要下天去看一看 从播种到成熟到收获 在田里面有道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去看 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够实现这个牟采一千公斤 向第四起潮起到奋斗 这位具有无乡文化浓重传奇色彩的老人 举止之间人带如群 老季福利壮心不已 76次的振华港基总裁管工贤十几年如一日 把一个技术模仿行习 变成了全球港基行业的龙头老大 有的技术创新 对企业说 他首先受到市场的冲击 你如果不冲心 那么你在市场上 你拿不到市场 拿不到顶子 所以你要退出 所以市场的推动企业必须要冲心 2005年3月28号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育大会上 黄伯云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手中 接过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大红正珠 打破了该奖项连续六年空缺的历史 蓝天白云起飞降落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这高高飞翔的进口大型科技部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件 一直是国外先生 他就是飞机骑将滑行需要的刹车副 在长达20年的科技公关中 黄伯云院士和他的创新团队 以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为己任 以实现祖国繁荣富强为人生最大价值 创业创新 发明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碳碳 航空制动材料制备技术 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结我们这个高科学研究 人无 我有 我有 你有 你有 我有 这个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没有的时候 我应该有 我是引领 我有 你有 我有了 那么我们带动起来 把这个东西卷回为生产地 你有了 我有 我做得更好 我做得更新 我不断地前进进步 所以这三句发说来 我们是一个引领作用